女人真的是个奇怪的生物,而给女人这种奇怪属性的就是她们背后的男人,之所以这样感慨,就是因为英国王室王子的两段婚姻以及这两段婚姻中的两位女主角,戴安娜王妃以及后来的卡米拉公爵夫人,在这里面,最受伤的应该就是戴安娜王妃了。 威廉王子称戴安娜是唯一的奶奶,乔治小兄妹对卡米拉的称呼很尴尬,其实对于英国的皇室成员来说,我们可以知道她们的名字和头衔,甚至还能根据姓名去想象她们的容貌,但是她们家人对她们的昵称以及在家庭中的称呼是我们不为所知的。 我听说她们身边的人给她们起的名字很不一样,而事实上,皇室内部的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昵称,就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女王陛下也有着自己的昵称,女王的直系亲属多年来一直称她为莉莉白,而不是我们习惯听到的伊丽莎白。 最近,苏塞克斯公爵和他的妻子就准备给她们的女儿命名为莉莉白,这也是为了表达对女王的尊重。 我们还听到了一些趣闻,在与女王交谈时,年轻的孩子都不会叫她为奶奶,这也让我们很好奇这是为什么,毕竟在她们小的时候还是很习惯叫女王,而对于新一代的年轻皇室成员来说, 她们当然也有属于自己对爷爷奶奶的独特称呼,例如,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就很喜欢称伊丽莎白女王为戴安娜奶奶,还有很多王子公主喜欢叫查尔斯王子为她们的威尔士祖父,查尔斯之所以被称为威尔士的祖父,是因为女王殿下在提到她的祖父乔治五是国王,他就会一直称她为英格兰祖父一样,所以,小朋友们也从女王那里借鉴到惊艳, 把这个叫法也用到了查尔斯身上,这都是她们独特的叫法,卡米拉是乔治小王子兄妹名义上的奶奶,因为她是乔治小王子爷爷查尔斯的二婚妻子,但是不是父亲威廉王子的亲生母亲,而且,卡米拉是著名的世纪小三, 她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姻插组者,并且成功小三上尾,挤走原配,成功扶正,关于卡米拉和孙辈的关系,眼尖的网友还是发现,威廉和哈里和卡米拉的微妙关系,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出来,比如每次皇室公开场合露面, 卡米拉从来没有亲近过乔治小王子兄妹,卡米拉都是远远地看着,私下也从未曝光过卡米拉抱着,拉着或亲吻小王子的照片,总之完全没有奶奶应有的亲密,更多的是远远地看着,同时小王子对卡米拉的称呼也是尴尬。 据报道,在前年的关于王室的综艺节目中,康沃尔公爵夫人向著名女星Lady Gaga表明,她的孙子们也很喜欢管她叫 Gaga,据说乔治王子还给她的曾祖母女王起了一个可爱的绰号那就是叫做甘甘,很难让人相信高贵的女王还有这么可爱的外号。 戴安娜王妃是一位爱孩子的母亲,在她有限的36年生命中,她对孩子们的未来有许多憧憬,甚至留下文字,说要将首饰留给未来的儿媳,威廉王子说母亲走后20年,她没有一天不想妈妈,她与凯特王妃的孩子乔治王子与夏洛特公主称戴安娜王妃为戴安娜奶奶,威廉王子说他们的住所中有许多母亲的照片, 她常常照顾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公主上床后,跟他们谈论戴安娜王妃,她希望他们记得,他们是有两个祖母的,除了卡米拉祖母外,还有戴安娜王妃的爱也围绕着他们。 在2016年到来时,凯特米德尔顿非常开心地表示,我们的家庭有了一个新女孩,这也让我们的小家庭变得不一样,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和开心, 这个小家伙给我们所有人都带来了无穷的开心,女王陛下也是非常的兴奋,让我们立刻回到肯兴顿,十分想要见到这个可爱的小朋友,而当我们离开时,女王总是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留下小礼物或一些小零食,这都显示着她对家人的爱。 虽然乔治只有两岁半,但她非常喜欢女王,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干干。 作为英国目前最受欢迎的第二顺位王储夫妇虽然可能要过至少20年后才能登上王位,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其中也包括他们三个可爱的孩子。 9岁的乔治小王子和7岁的夏洛特小公主过去,几年一直在位于伦敦的巴特西托马斯学校上学,他们4岁的弟弟路易斯小王子是伦敦威尔科克斯幼儿园的一名幼儿园学生。 然而,我们此前就写过,威廉·凯特全家要搬到温莎乡乡了,为了离女王更近,凯特和威廉准备从目前的肯辛顿宫搬到温莎的阿德莱德小屋。 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在今年9月开学也要搬到温莎附近的新学校,兰布鲁克学校,为什么选择这家?新学校有什么过人之处? 周六也要上课,走读学费7000磅学期,这所学校是一所有162年悠久历史的男女婚校,招收3到13岁的男生女生,学校占地52英亩,有620名男女学生。 兰布鲁克学校将一流的教学和一流的设施与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坐落在美丽的伯克郡乡村田园诗班的环境中。 最重要的是,距离剑桥夫妇在温莎城堡附近的新居阿德莱德小屋阿德莱与康迪只有15分钟的路程。 兰布鲁克学校被描述为非常有乡下田园风情,因为这所学校坐落在一座质朴,宏伟的白色乡村别墅周围,园内有一间托儿所和预备学校,有一种美味的自由和新鲜空气的感觉。 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表示,他提供了一种典型的预备学校的现代、舒适和培养体验。 还有的家长说,我们看到孩子们在垂球草坪上侧手翻,拿着板球拍到处跑,再挂在树上的旧轮胎上荡鞦韆,展现出红润的脸颊和健康的户外活力。 兰布鲁克学校每学期的走读学费为7000英镑,另外如果你选择住宿的话,还有1481英镑的住宿费。 不要以为英国小学很轻松,这里每周六都有必修课的哦,这所学校是个典型的英国混校。 这意味着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可以一起手牵手上学了。 从兰布鲁克学校毕业的孩子们都去哪了? 为了让孩子们将来去到更好中学,兰布鲁克学校从学生们五年级开始,就帮助准备中学申请了。 学校的校长和高级领导团队会与每个孩子的家长会面,讨论最好的中学选择,并协助孩子们备考准备。 学院在学生七年级的时候确定有潜力的学习者,并在八年级一小组形式授课,为的是帮助这些优等生会,顺利获得各个顶级中学的学术、音乐和体育等各类奖学金。 兰布鲁克学校依旧保持着Common Entrance考试100%的成功通过率,学生们毕业后的中学去向各个都是英国顶尖工学,比如布拉德菲尔德工学布莱顿工学查特豪斯工学, 伊顿工学哈罗工学马尔伯勒昂多工学拉德利工学拉格比工学神鲁斯伯利工学汤布里奇工学惠林顿工学威科姆阿贝工学等等。 兰布鲁克学校跟这些顶级工学有很好的声援输送关系。 这些学校的校长经常会访问兰布鲁克,并作为活动和教堂服务的课作演讲者。 再加上兰布鲁克老师对这些工学的了解和申请经验,因此老师们可以提供给学生非常充足的申请帮助。 威廉和凯特一家五口将于今年夏天搬进位于温莎庄园的阿德莱德小屋,简陋的四居室,不要住家的工作人员,而且夫妇俩坚持不要太华丽或给新家做任何烦心。 据说,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做出这个决定的最主要原因,是便于他们更接近96岁的女王。 女王淡出公共事务后,将绝大部分时间在温莎城堡休养,搬到温莎,也意味着剑桥公爵夫妇也将更靠近凯特的父母米德尔顿一家,他们住在距巴克伯里村45分钟车程的地方。 说是凯特和威廉非常渴望在温莎拥有一个简朴的家,开始他们的新生活,阿德莱德小屋刚好符合他们要求,四居室,不大不小刚刚好,不再需要住家的工作人员,好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小孩亲密相处。 除了靠近孩子们的学校和女王的住处外,他们没有其他要求,而阿德莱德小屋距离圣桥制教堂和温莎城堡仅几步之遥,这里有七个通往温莎城堡的大门入口和出口,因此家人可以在相对隐私的情况下进出。 而剑桥公爵夫妇也是考察了温莎庄园的好几处房产,最后才拍板阿德莱德小屋的当时他们考察的房产,包括Forge Belvedere以及Frogmore House,后者现在用于皇室活动,但是需要大量的翻修工作和费用支出才能变成家庭住宅。 而阿德莱德小屋曾在2015年已经进行过重大翻修,因此剑桥公爵夫妇不必再花费任何金钱来改造房屋。 他们非常明确,不想要任何过于华丽的东西,也不想要任何需要额外翻新的东西,以免成为纳税人的负担。 想想之前,哈里和梅根还没有潇洒退出王室的时候,他们选择的附近婚房Frogmore Cottage,可是斥资260万英镑重新修缮的,也并没有住多久就搬去美国了。 我们看到,凯特和威廉在给几个孩子的教育之路上,一直在不走寻常路。 当年他们的大儿子乔治小王子刚上小学的时候,威廉和凯特一返王室惯例,把他送到了离肯新顿宫有段距离的太晤市和南岸的巴特西小学,就曾引起了一阵轰动。 此次举家搬迁到温莎,能让三个孩子们在空间更宽广的乡下无忧无虑地成长,多享受几年亲密无间的亲子时光,多好。